香港是航空的樞紐 航空業有多蓬勃 不用多介紹 不過大家又知不知原來航天工業 特別是衛星工業也很有發展潛力 人才需求還很大 究竟航內有甚麼工作崗位適合年輕人 讓我去問問專家 Carrie 你好 Carrie 你好 原來香港有生產衛星 香港的衛星工業發展 富不富負呢 我們是第一家在本地製造衛星公司 在這方面我們正在做內部裝修 我們計劃在明年年初 就可以全面開展衛星生產業務 在大灣區甚至全球 有沒有競爭力 其實我們在香港製造衛星 無論在大灣區甚至全球 都有優勢 首先我們香港是五歲的 所以我們很多零部件進入香港 都不需要給稅 這就大大降低了製作成本 第二我們物流方面的配套 和其他運輸方面都是有優勢 變成我們在供應鏈方面 就不需要太擔心了 第三我們在大灣區裏面 我們是有充足的人力 這裏就會降低了人力的成本 尤其是在歐美方面特別低的 第四就是香港是面向祖國 我們是依托大灣區 在技術和市場方面 得到內地的充分支持 同時亦都具備 國際化人才和營商環境的優勢 健全的法制 自由經濟制度 這些優勢是造就了 在香港製造衛星工業 能夠落地和蓬勃的發展 原來這麼厲害 真是不說不知 那現在行內最需要哪一類的工程人才呢 我們主要是需要兩方面的工程人 第一就是衛星製造 第二就是測運控 衛星製造來說 我們需要一些工業工程師 衛星裝備研發工程師 以及衛星產品試驗工程師 在衛星測運控這方面來說 我們需要規劃的工程師 測控的工程師 以及系統維修的工程師 頻率協調和規劃的工程師 以及數據管理這方面的工程師 工程畢業生想入行 又有沒有一些崗位適合他們發揮 隨著航天產業 整體成為全球科技界發展的風向標 年輕人其實在衛星產業方面 是大有可為的 可以從上游衛星零部件的設計 生產、採購 中游方面是包括衛星的製造和發射 以至下游方面是包括數據的應用 全球都進入了數字化高速的發展時代 衛星數據服務可以涉獲很多方面 包括製造、建築、農林業、漁業、物流業、甚至金融方面 都可以有用衛星來幫助數字化轉型這些行業 開發什麼數據產品 以至用什麼高效的精準服務這些行業 這就是將來年輕人可以幫忙解決的 在香港專門培訓航空航天工程人才的課程不多 上年成大就推出了類似的課程 你又怎樣看? 我們非常歡迎在城市大學推出這個課程 這個航空航天工程和衛星工業是有非常強的關聯性的 這個課程包括了航空航天材料和航空航天系統的兩個主要方向 面向航天器的包括衛星所必須的新材料和必備的測控系統的設計 分析和實現是各有完整的專業課程設計 城市大學機械工程系已經撥款了五千萬經費 來積極建立各類在課程實踐和教學研究任務的先進航天航空實現質 因此將會為衛星的裝備研發 衛星的產品試驗測試和衛星的系統測控和維護 提供非常有力的支持 隨著衛星工業在香港的蓬佩發展 我們歡迎更多其他大專院校 開始類似的專業課程 最後你覺得香港年輕人 怎樣才可以成為航天科技的領軍人才呢? 首先年輕人是需要持續關注 航天科技的發展 結合自己的專長或者是興趣 而航天產業是匹配一些自己適合的發展職業 例如硬件的設計 軟件的開發 數據建造應用的方面 他們應該是鎖定自己的發展方向 接受這方面比較專業和系統化的教育培養 積極將航天科技和社會生活中 行業方面緊密地聯繫起來 不願發揮創造力 持續開發 提升 符合人類社會需求的 航天科技的產品 希望年輕人能夠積極投身 國家的航天科技發展大局 例如最近 國家在香港進行了 載何的專家選拔 參與國家載人航天工程 可以激勵更多香港的年輕人士 投身航天方面的工作 行內人士都這麼有信心 想入行的年輕人 要努力裝備自己 機會是留給有準備的人 多謝Kerry的分享 多謝David 多謝